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德州学生的这个名校梦的这个主题 我们都知道在德州呢 实际上来说有两个大学是 就是说德州学生或者家长呢 会把它视为就是他们的目标的两个大学 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非常著名的莱斯大学 Rice University 那Rice University呢 在美国的排名是第15名 非常顶尖的一所学校 它是在休斯顿 然后这所Rice University呢 它的这个理工科也非常的知名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Rice University呢 它在2021年总共录取了2749个学生 那总共大概有3万个学生申请 所以它的录取率是9%非常的低 可是呢比较大的问题是说呢 很多的这个德州的学生会把这个Rice University 当做他们的这个第一首选 可是Rice University劝没有把德州的学生 当做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录取的区块 因为呢它实际上来说呢 很多的这个名额是给了外州的学生 57个percent的这个学生是来自于外州 那外籍呢是12.8的percent 所以呢留给本州的这个学生的位置实际上非常的少 大概只有30个percent 所以Rice呢它在德州 就是说2021年录取的这个本地学生大概是830个人 那后来实际去读的呢大概是一半以下 所以呢因为这个Rice呢 它一年的这个入学的这个名额呢非常的少 只有1200个位置 那像这个哈佛大概有1700个位置 那这个就是有些长川田大概2000个位置 也不是说很多但是比Rice多一点 所以也就是说呢 像我们以这个德州有1200个高中来说呢 他每年毕业36万个学生 他只有录取800多个人在德州呢 是相当相当的低 所以就算你是德州的这个第一名来讲呢 你也不见得能够被Rice录取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把Rice当作是你唯一的这个梦想呢 实际上来说你的机会非常的少 即使你是第一名第二名的学生 那如果说你愿意申请外州的学校 那像Rice是第15名 也就是说前面还有14个学校 如果你愿意申请的话 实际上来说 你的机会就会多很多 因为你如果说成绩好 你非常优秀的话 其实你是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学校可以申请 那你的机会也会比Rice高的多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你如果说把Rice当作 你唯一的目标来讲的话 因为Rice对于本周的学生的录取的名额 并没有那么多 好那我们可以看看Rice在2021年 他的这个审核的重点报告书里面呢 他讲了他其实呢 就是说除了学生的宗教不考虑之外 其他的申请都是申请条件都是重点 那尤其是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当然成绩 好跟这个课外活动的部分 是very important 个人特质的部分 very important 好那其他就是像个人的一些背景啊 那些的甚至像是不是本周他就是consider而已 不是very important 好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直接的告诉你 其实你要进Rice你成绩要很好 你课外活动要很好 然后本周的学生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分 所以这个就是Rice University的这个审核的重点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就是多学生的目标 就是这个UT Austin 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 他是全美第38名的大学 那这个UT Austin呢 他在德州有一个录取 保证录取的一个政策 就是说如果你是德州的前6个percent的学生呢 你就保证会被录取 那我们可以看到德州每一年毕业大概是36万个学生 如果前6个percent大概会有2万多人 那UT Austin呢 他在2021年呢 录取大概1万9千个人 实际上去读大概7千多个人 那他的录取率28.75% 感觉上还不错 可是问题是说呢 他OK 首先他88.7%的学生是从本州 那如果说你这个6个percent 从德州35万6千个学生来算呢 就有2千多个学生应该是要被录取 然后如果说我们在 就是看说他的录取是大概1万9千个人 我们就知道这个应该被录取的人 是超过这个实际上被录取的人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不是这个6个percent来讲 你根本就没有位置 根本就没有位置留给6个percent以外的学生 所以如果说首先如果你是德州的学生 如果你不是前面6个percent 你几乎没有位置 那外州的学生实际上他的录取率 也不是28.75% 因为他没有给外州的学生很多位置 所以如果是外州的学生 大概只有8个percent的录取率 所以非常的低 那如果说你是本州6个percent的学生 你保证会录取 那甚至呢 像去就读的7000多个人里头 有781个学生是高中第一名 那这个781个学生 如果他申请外州的学校 甚至长春城学校 他非常有机会可以被录取 可是他却选择去这个第38名 全国第38名的学校 这样子做是不是很值得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因为德州总共有1200所高中 那这些高中第一名的学生 很多最后都是去了UT Austin 他其实有其他有很多很多学校可以做选择 因为现在很多知名的大学 就是说顶尖的大学 他们给助学金都非常的大方 所以如果说你够优秀 你可以被录取 其实如果家庭支付不了 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那么这些学生为什么不去申请 一些更顶尖的大学 这个就是非常值得考虑 因为呢 这些学生像有些 他们可能拿了十几个 20个AP 然后非常的辛苦 读到了前6个percent 最后只有去UT Austin 我觉得真的也是蛮辛苦这些孩子的 那如果说你没有挤到前面6个percent 因为你的课太重 或者是说因为学区太竞争 因为有一些这个像 Planel的学区也是非常的竞争 非常的这个难读 最后没有进到6个percent 然后呢进了其他的UT 就是其他的德州大学 比如说像德州大学达的是分校 就掉到了151名 好那这个差距就非常的大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就是说变成是说这些优秀的学生 也没有真的能够进到非常好的大学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可惜 那我们可以看看 UT Austin这个学校 它的审核来讲 可以说除了这个宗教跟就是说 爸爸妈妈是校友子女 他完全没有考虑之外呢 其他的每一项都是consider 没有very important 就是全部都是consider 全部都考虑 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他光是从德州6个percent 这个区块的学生录取就已经差不多满额了 所以他真的也是不用去考虑其他很多的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告诉我们说你在德州的这个居民来讲 你如果说把RICE跟UT Austin当作你唯一的考虑来这个申请大学的准备呢 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好的策略 因为你可能会错过更好的机会 或者是说呢 让你自己的努力呢 就是有点白费了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德州的这个学生跟家长应该要考虑的一些重点 我想都是蛮值得参考的 那当然你可以申请这两所顶尖大学 是不是也应该包含一些其他外州非常好的大学 来增加你的一些机会呢 那说不定你可以进入更好的顶尖大学 这个对你的医生都会有非常大的改变